1938年3月16日 山西离城的日军紧急发出S3S求救点报 原来不知哪来的八路军正猛烈攻城 为解离城之危 路程日军立即编组了一支 1500云的豪华救援队 寒日要淋巴师团 16师团各一部 日救援队在骑兵的引导下 沿着邯郸长治公路朝离城急进 日军认为最安全的地段是神头领 神头领路段 公路比地面落高 周边地形虽然复杂 但并不十分险恶 不容易隐藏部队 特别不适合展开 能吃掉1500人的打兵团 总之 这里不是理想的打埋伏场所 于是乎 日军先倒骑兵完全忽略了公路右侧近20米的位置 这里是国军遗留的战壕 里面正藏着八路军1290的战士 兵者 鬼道野 1290刘伯城考察神头领的地形后 认为打仗不可居于场里 此处地形看似不利于伏击 但正可以出敌意料之外 且边阵来看 这里不利于我部队展开 但同样也极大限制了日军骑兵和技术兵种的发挥 对比来看 我方占便宜 战壕内的八路军战士突然冲出 先抵御混乱 补充团与从右侧赶赴战场 七七一团在日军前头显身 并把卓张河上的桥梁给炸了 防止日军窜入离城 七七二团主力从左往右冲击 其三印前往威子镇断敌后落 四小时后 1500人的日军救援队 只剩下100人逃回陆城 四小时见面日军1400人 国军将领文厅大受震撼 于是纷纷前来取经 为了给兄弟部队做示范 八路军 1290决定再打一仗 地点选在了离城和设县之间的响堂铺 受课者 1290副师长 徐向前 情报显示 周边日军最新配置如下 离城1000 东阳关150余 设县400 离城至设县的公路上 日军运输汽车每日往来不绝 徐向前把打击目标 选定在日军的运输车队 布置如下 集中大约两个团在响堂铺周边伏击 七七两团集中于马家管 派两支小部队前出 至东阳关附近警戒 防止离城 东阳关的日军 微笑伏击部队的侧后 七六九团两支小部队 则警戒射线方向 3月31日 正当1290静带敌人运输车队之时 敌情突然发生变化 最新情报 苏家交遭遇日军主动进攻 东阳关 马家管支线 也发现日军一动 正朝我1290指挥所的方向开了 本来是给国军上课教学 没想到局势一下子紧张起来 指挥所的学生们惊慌起来 看来最稳妥的办法是放弃教学 迅速转移了 但1290副市长徐向前思索再三 决定大部队继续引逼带敌 并迅速派出侦察员核实情况 但为了保险 从七七两团抽出一个营 加强侧后方安全 经过等待 最新情报传来 进攻苏家交的日军进攻失利 缩回东阳关 而朝我指挥所前进的日军部队 纯属子虚无影 徐向前乃下令 决心不变 31日9点-11点 向唐扑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 我1290击毙日军400余 炸毁日军汽车180余辆 徐帅游击战教学课圆满地面 但虽有名师指路 有军应该还是啥也没学会